今天看到報紙 這裡已經沽了一樓全層 四個品牌 報紙寫三間店 四間餐廳沽了1.06億 合共10600多呎 所以是一萬元 但你又到下面的食業街 人家很旺 相片在上面看 又和你談談商場鋪 一樓鋪和地鋪 一般地鋪投資的回報比較低 而商場又會高一點 上一樓的時候 但這裡是帥哥的 這裡的回報 5.6厘 記住 如果你有興趣 買一樓的時候 這裡的一樓都有一些街鋪 我們最新減價本的時候 過去幾年間 都賣了64家鋪 12億港幣 所以就興趣買一樓的時候 稍後會不會跟足 你不想理的話 我們多付5% 租值的時候就幫你收租 管你買 買店不用煩 跟你下街的時候 走一圈 就往下 上來講 這個億經 沽了1.06億 億經 繼續沽貨 超高興 總之最緊要能收到 樓市旺通常鋪市 過多3.6個月 成交了資金套現 就自然旺了 樓市是大鋪市十倍 現在站在觀塘 成業街 電信一代廣場 拍攝整個大廈 樓向整層估作大約1億 市場消息指出是1.06億 上面是四間餐廳合共租金50萬 回報5.06億 拍攝一下這裡 這邊的時候就說的是東廣場 東廣場這邊一穿過去 就說的是港鐵站 觀塘廣場那一邊 前面就開園道 成業街這邊 前陣子的時候就有幾間店舖 賣了幾千萬 我經常在這裡 去那邊的時候就說的是 麗港城 很多人就穿過來這邊 就走過去港鐵站 那算了 OK 挺帥氣的 這是電信一代廣場 我沒心說壞人 不過很多時候 街鋪和一樓 或者賣相 的商場是少許不同 影音樓上 一般都是的 條街 你不管舊樓也好 附近那些的時候 你走過條街進去的品牌 你不會看那棟樓 是多少年的樓齡 你不會的 你看到大生銀行 就看見大生銀行 你就走進去 但是萬一大家來試 可能這棟大廈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的時候 或者整個商場二三十年之後 通常會比較舊 一舊了 可能大家例如不進去 就會不進去 但是街道怎樣舊 人們都照舊一下 因為旁邊有新的發展項目 人們就自然會經過 但是如果商場就要比較適合 所以一般商場的話 進去的回報也要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現在收到錢 但是長遠三十年的升幅 相對比一般的街鋪 會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從來街鋪 你會看到升成幾百倍 過千倍 街鋪很多 但商場從來不會看到 升幾百倍 升過一百倍 沒聽過 當然大家例如一跌下來的時候 好像仙達也好 或者一些湯場的時候 跌成八九成 街鋪就比較少一些 但是這個還可以的 但是這個益京菇出來的時候 益京是良心業主 燒過那些店舖的時候 都很漂亮的 最近一來不是湯秀 是拆秀天一雙城也好 石門也好 或者這裡最新的 就是電信一代的廣場 益京是余老闆 我也有所認識 非常好人 好人來的 就是良心企業家 已經留在這裡 先說一樓 就是一樓 成交了1.06億 多份報紙的報道 這裡寫了一樓的三個舖位 但裡面應該是四間餐廳 上去上面看看 好 上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Leap Lobby 這邊就說的是 譚仔三哥 再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有四間餐廳 上馬的日本火鍋店 三小魚 以及新哥廚房 桃籍家所有資料都可以看到 新哥廚房 三小魚 上馬的日式火鍋 挺帥的 四間餐廳 以及譚仔三哥的位置 加起來就是10635呎 以1.06億成交 即是赤價近1萬 樓上辦公室的時候 就在成交 我看看赤價 比較高峰的時候 可能是1萬多元 最近都是8-9千元 每一呎 樓上 現在這裡的時候 就說的是 全程就是10635呎 成交1.06億 即是大概1萬元到1呎 OK啊 合理 月租50萬的時候 會報5.6厘 所以通常上樓或入商場 一般會報要比較高一點 因為過了三十年後的時候 相對地比起旁邊的樓 會比較舊一點 進來的人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大條街走的人 知道旁邊有發展 就繼續走 但是OK的 這裡是OK的 給一個英俊的租車 到去租車 那不差 這輸延解會報也不錯 那感覺吧 這幾個位置的時候 看裡 5分4 10分之就算不容易收收 一驚一手沽出來的 都 定的定的定的 這個位置都被她一個 即是1.6 1個 一個6.5分 回報有高 觀塑 有人氣 近港鐵站 下面的街道有多人 兩仔餐廳 升級廉堂有靈 恭喜主持人 各位賣家 買部署的帳號記得找到 成會商務的陰床賣人 還有你真的想買部署的時候 看你們的帳號 不停地去看 今早開會最新的價格一本來的 我們就結審就貨 因為過去幾年間買了很多間店 所以就聯絡同心門了 好 謝謝 拜拜 買部署不用煩 買入成會商務署 只需每月租金5%費用 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 這就是我們公司最新積的減價放手本來的 你按下連結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堆本 本紙 圖籍 所有資料都看到的 影片 照片 全部都看到 還有這就是億經最新的沽貨 全程1.06億 有些報紙說些少不同 總之經濟報說全程一樓 這裡就看到圖籍了 裡面有四間餐廳都大大見的 不過樓上舖一般的回報 就會高一點 街部回報 通常會低一點 都是這樣 那就是圖籍你看到 還有影片轉個圈 給你看看整個環境 就是 這個是一樓 是Leap Lobby 挺帥的 好 各位業主 有各位買的 最喜歡的樓轉